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台北股市团今天算是一个开低 稍微震荡再往上走高的一个行情 那在这时间点 最重要的时间点就是8月31号 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个假日 9月份就已经要来到了 今天的这一张图 直接就告诉大家 9月份线上投资展望 那我们已经录制完成 已经上架到我们会员专区 投资朋友 那你请你一定要把握这一个 这个加入会员来聆听观看的 这一个时间点 这最重要的时间点 好那我们赶快看一下 在今天台北股市的上涨的 这个走势上面呢 有什么东西必须要留意的 请你来看一下这一张图 这张图是台北股市今天的江波图 他在今天开低之后往下回落 那在这一个中场之后是怎样 初步的定高走高在尾盘时间点 漂亮的怎样在拉高收高 好那这大涨的这个94点 这上涨94点 不能讲大涨 这只能讲上涨 好那这最低点呢 却是怎样 大跌了189点 投资朋友 这是今天大盘的江波图 请你把它的样子给记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江波图 大盘的江波图 这张图是怎样 万海今天股价的江波图 这张图是什么 扬明今天股价的江波图 这张图是长龙海运今天股价的江波图 请你用你的眼睛看一下 长龙海运的股价在这地方是不是逆势下跌 因为大盘在这尾盘是怎样 走强的 由黑翻红 好同志们讲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好你自己看一下长龙海运 阳明海运 跟万海海运 是不是走势都不太一样 那在昨天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昨天的这个时间 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万海的股价就已经在尾盘出现了 跟大盘相怎样 逆势的一个走势 那在这个阳明也是一样 在这个长龙海运还是一样 连续两个交易日大盘是怎样 跟这三档货柜三雄的股票都怎样 不一样 同志们好有点分歧了 请你好好的思考一下 想一想你手中的这三档股票应该怎么办 你手中的阳明海运应该怎么办 你手中的长龙海运应该怎么办 你手中的这万海海运又应该怎么办 有人一直告诉你 这三支股票的基本面子 要非常的好非常的不错 那手中的股票要续爆 看法不变 投资朋友没有问题 好那我会告诉大家 货柜三雄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 而这重要的时间到底是什么 在我这一个9月份线上投资展望的内容里面 我都会跟已经我的会员朋友已经交代 已经跟我会员朋友说过解说了 那为什么要跟我的会员朋友讲这些事情呢 因为在过去 下来的还是会有人想要去碰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提醒我们的会员朋友 那相同的道理放在投资朋友你的身上呢 你手中有长龙海运 你手中有阳明海运 你手中有万海海运 你就不得不听我对他们的见解分析 为什么 因为我再讲一次7月6号的那一天 我告诉全市场的投资朋友们 我知道海运股要涨到什么时候 请你来找我 7月6号 7月7号 7月8号 这三天 长龙海运 我叫你卖出 你都可以卖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阳明海运 如果你那时候来找我 一样可以出到200多块的股价 投资朋友 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如果现阶段对于这三档股票 对于其他的海运股 你还有怎样问题的话 你需要帮助的话 来的QR Code 扫描就可以来询问 我们YouTube影片下方 这个地方 财经乌承河的这一个执行表 一样的可以点选 你就可以输入你的姓名 电话 把你想要问的股票 都写出来 然后再填一个几个问题 那就可以怎样 按提交 按提交之后 我们就会收到 好那在这时间点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 这大盘的江坡图 跟这个 这个货柜山雄的 这江坡图的对比 从今天到昨天 从昨天到今天 这江坡图一来一回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盘跟这长龙海运 跟阳明海运 跟万海海运的股价 都是怎样呈现逆势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呈现这个呈现这个比较正面的股票 又有哪些 这支股票叫做台积电的日K线 台积电日K线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下沙到550块附近 股价怎样强涨 在今天大涨收高 收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 614块 这是一个怎样 V型上涨的一个走势 那先前我们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 大盘上涨怎样 像是一个V型上涨的一个走势 那这地方有一个压力 这压力在过去的昨天跟今天都怎样被突破了 突破之后 这台积电的股价有没有好像要再创新高了 对不对 在这地方创这7月份以来的这个新高 这叫做台积电 那你再看一下这支股票叫南亚 这是1303的南亚 它的股价已经怎样突破了这个大盘怎样 最高点的位置了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18034 他已经怎样已经突破了 那你再看一下这支股票叫做富邦金 富邦金 这还原全息的这个走势 也是一样再创新高 这一支股票叫什么 国泰金 还原全息的走势一样是再创新高 投资朋友 再看一下这支股票叫什么 联发科 联发科感觉上就怎样 弱掉了 对不对 联发科感觉上 最近大盘在飞行上涨的同时 联发科有没有表现 没有太多表现对不对 以下长红有没有 以下又连续两根黑K 以下长红又连续三根黑K 连续一个长红 感觉上又好像涨不上去 有没有 这地方感觉就跟大盘的走势不太一样 那如果你觉得联发科有问题 那请你再看一下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叫做联电 联电股价领先大盘怎样 在这地方创高 在这地方创高 压回来的时候 在这地方有没有再创新高 还没有 联电怎么样 比联发科强势多了 对不对 联发科弱势了嘛 对不对 好那如果你觉得联发科弱势的话 那你再来看一下这支股票叫万海 这支股票的走势跟大盘来相对走势 你觉得万海比较厉害 还是联发科比较厉害 感觉上万海还可以 还有电高走高的这个迹象 电高走高的迹象 虽然这红K线都是小的 都是小的 但是至少的股价好像是电高的 对不对 好那在阳明呢 输了吧 对不对 那这个 长龙海运呢 输了吧 对不对 感觉上就比联发科更为弱势 所以 说怎么样 海运股 海运山雄 到底股价没有弱势 你心知肚明 你心知肚明 先前这个股价上涨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要懂得见好 就说那是在7月份的时间点 我告诉大家 你不要乱碰了 当时之后的股价 只要我放利多 我就拿消息面出来 跟你这样解说分析 过去的海运股的走势 跟现在放利多的这个走势 完全这样不同掉了 每次看到利多 我就拿出来告诉你怪怪的 每次看到利多 我就拿出来告诉你怪怪的 你都不相信 到现在已经8月底了 你总该相信我所说的话 这一天 这最高点是7月6号 7月6号 当时我在节目上面 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我说 我知道海运股要涨到什么时候 加入我的LINE 我就会告诉你 重点是要留电话 你没有诚意 你没有留电话 我们要怎么通知你 我们要怎么告诉你 这时间点是2021年的7月6号 当天是星期二 YouTube影片已经上载 有没有上传 不是上载 上传到网站上面了 YouTube的网站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2021年的7月6号 财经护城河和文高分析师的节目 在讲什么内容 绝对是没有骗你的 这一张图7月6号 长榮海运 你来找我 7月7号 你可以卖到相对的高点 阳明海运 当天 7月6号 你来找我 7月7号就是最高点的那一天 你为什么不要来找我 你为什么不要来询问我 同事没有 如果你当时有来找我 你有来询问我 这下跌弱势的走势 你会赔掉钱吗 你会赔掉之前所赚的钱吗 不会了 你可以散的非常非常的迷人 可以散开 避开这段风险 这一段时间下跌的股市 我有没有告诉大家 我也是公开的告诉大家 讲的一清二楚 所以你必须要来找我 为什么 因为全市场只有我在那个时候 告诉你海运股要涨到什么时候 而且在那时候我告诉你 你海运股会上车 就要怎样懂得下车 这只股票叫做猫 乖乖的对不对 这样子讲 这是最后一只老鼠吗 同事朋友 你是不是最后一只老鼠 海运股的故事 海运股的故事 好光景不多了 这是我之前就提醒你的 这一艘船是我后来加上去的 这好光景啊 这光景啊 这一片漆黑 光景就是这样子 感觉上就昏暗 再加上这艘船 屁股是朝着光景的 当时我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7月6号 直接告诉你了 你都不相信 那现在 你相信了 你还是要来找我 你所中的股票 海运股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在这边要加吗 还是要怎样 卖掉 卖掉 要怎么卖 一声令下 一个分析师 叫你直接把股票砍掉 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钱不是他的 你来加入我的会员 我叫你卖掉 全部砍掉 有没有 我讲话很简单 但是你心很痛啊 你心很痛啊 所以这卖股票 交易的这哲学 这个哲理 也是存在的 不是说卖就卖 不是说换股就换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 那你就自己卖自己挺损就好了 你找什么分析师 找什么老师带你做 对不对 所以 分析见解 我的看法完全精准 完全命中 那现阶段你来找我 不仅仅可以听到我9月份 线上投资展望 这对于这个海运股的看法 对这海运三雄的看法之外 而且 这海运三雄 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而且对钢铁股 你手上有钢铁股的 这类股到底怎么看 怎么看 我海运股分析的精准 判断的分析精准 那钢铁股 你觉得我讲的不会准吗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再讲一次 海运股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 这重要的时间 就快要来了 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 你想要知道你的海运股要怎么处理的 投资料 LINE的QR Code扫描来询问 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千万不要错过 那再错过 过了那个时间点 你在找我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已经这样无法挽回了 有很多人告诉我 所以老师我海运股的怎么 手上的股票怎么办怎么办 我买了一堆 赔了很多钱 晚上睡不着怎么办 这讲到最后 讲到最后 我很想要用四个字告诉他 万劫不复 你到现在你还在执迷不悟 对海运股还在充满幻想憧憬 你知道吗 没关系 你就继续去想 你继续去想 那我只会告诉你 我只会告诉你 这世界 这世界正在改变 有一些什么 基本面啊 理论啊 财务报表啊 可以拿出来聊天 可以拿出来怎样 说话 说词 当做你要聊天的说词 都没有关系 但是操作上面 你真的就一定要这样子做吗 你真的就一定要抱着 长龙海运 抱着阳明海运 抱着万海海运 死都不放吗 好同学啊 你已经赔掉大钱 你已经亏掉大钱了 你接下来都还不知道要怎么做 那真的是很不应该 在我的节目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买股票套牢并不可耻 也你知道不好笑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买股票都会套牢 而且买股票套牢 不一定不会让你赚钱 有时候反而是加码 有没有 加码的时候 那个位置就大赚啊 再涨就是你的啊 对不对 但是投资料 买股票套牢最怕的是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呢 你应该怎么办 你所中的长龙海运 你所中的阳明海运 你所中的万海海运 你敢不敢在这地方加码 接下来你要加码买进 还是要卖出 你知道吗 知道吗 所以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买股票并不可耻 买股票套牢并不可耻 好 问题是出现在什么 问题是出现你套牢之后 不知道你所中的那些股票 要怎么操作 应该怎么办 好 说砍就砍 你砍得下去吗 说卖就卖 请问你 知道怎么卖吗 哪一个位置 可以让你卖的比较漂亮 哪一个位置可以怎样 让你怎样 不用卖 同志们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这逻辑 这答案 全部都在Lite QR Code 扫描 你就可以这样来询问我了 好 就这么简单 YouTube影片下方的这个 财经户城的股票咨询表 这个网址列 你自己可以点选 自己可以点选 好 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 那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一只手 手中握着一个地球 地球看起来是怎样 要被燃烧起来了 那看到这一张图 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请问你有什么感觉 你必须自己要好好的 思考一下 这投资的方向非常非常的 这样明确 如果你不懂 如果你不知道 这叫做投资的方向 那 好 那我们就先笑一下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总而言之 我会告诉大家 联合国气候变迁小组 怎样 这是问题小组 联合国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最近公布的报告 他说 2030年全球的气温会升高1.5度 这句话 听起来你没有任何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在看下面这句话 他在三年前 三年前 也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小组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在2040年的时候 全球气温会升高1.5度 没想到过了三年之后 他们改变了这个看法 他们认为 不是在2040年会升高 而是在2030年 过了三年 过了三年 比预期的时间这样 提早了十年 那如果接下来再过三年 就这样 2024年 2024年如果再丢出一个报告 又比2030年更早 你觉得台湾会怎么样 你觉得地球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 我会告诉大家 联合国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所丢出来的这个报告 如果你不知道 那我也没有办法 如果你知道 那请问你 投资的方向应该怎么寻找 应该怎么找寻 除了太阳能 除了绿电之外 还有什么电动车是不是 是不是方向 投资没有 新能源车是不是方向 美国的能源政策 一旦改变了 会改变什么产业 全球的经济 会发生什么问题 这是不是方向 中国大陆 节能减碳 有哪些产业行业 会这样受到影响 需求不断 价格会提高 这是不是投资方向 都是嘛 对不对 所以对这张图 看到的时候 你就有感觉啊 我们是投资者 我们是投资人 如果你对这张图 完全没有感觉 第一个 你可能就是不太关心 全世界大事 第二个可能就不是地球人了 有没有 那这基本上 我会告诉大家 隔离南 冰城 顶峰 首度下雨 这是怎样 暖化警讯再现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大 这问题非常非常的大条 这问题是怎样 非常非常好的投资方向 你必须要有怎样 认知 你必须要有认知 好不好 那在我这个9月份 线上投资掌握的内容里面 对这个问题 我会提出来 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投资朋友 自己还要的思考一下 9月份线上投资掌握的内容 你想不想听 你想不想聆听观看 我所说的内容是什么 自己还要的想 那我又不用多讲了 好不好 来 大盘的这个 今天的多方动能 空方动能的数值 来看一下 这K线的多方动能强度是怎样 继续增强的 增强的强度 比昨天减少了29.1% 那在周K线上面 从昨天开始就这样 多方动能是开始转强的 到今天还是开始转强 那因为K线上面角度 空方动能是怎样 持续的这增强的增强的强度 已经比这个月 月初开始这样递减 到剩下46.2% 但是偏偏坏消息是什么 坏消息是这个月已经结束了 明天开始就是新的月份 9月1号开始了 对于这大盘的走势 对于这大盘的解析解读 一样的在我的什么 9月份线上投资展望 我都会跟我的会员朋友交代 好投资朋友 我再讲一次 9月份线上投资展望 请你来加入我的会员 你就可以怎样 免费聆听观看 好那怎么加入会员 投资朋友 你自己可以来先加入短天期试看看 来听看看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现阶段台北股市的操作策略 应该要怎么定定 你知道吗 好投资朋友 自己好好的想一下啊 我就不多讲了 这是大盘的这一个月K线 你自己看一下 这个月是怎样 量缩流下影线对不对 量缩流下影线 然后一个红K线 这个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是几兆 待会我告诉你 这边划过来一条虚线 是这一根 这一根上涨长红K的成交量 隔一个月它是怎样 下沙成交量放大之后 留了一个长下影线 再隔一个月是怎样 量缩又缩红K线 再隔一个月 创的历史新高 带出来这成交量 缩了一个黑K线 隔一个月 就是这个月 八月份 下跌留下影线 量缩 缩 红K线 都是没有 怎么解读 怎么解读 这是大盘的月K线 你应该怎么看 你应该怎么解读 这是大盘的周K线 重要的位置 我说过了 17,247点 它被突破之后 被突破之后 这个位置接下来 怎样 上方还有一个位置 一定要克服 这个位置一定要 怎样 突破 一定要突破 如果没有突破的话 整个大盘的这个技术线路的形态 它是怎样 怪怪的 投资呗 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一下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大盘的这个 YK线 YK线上面的走势呢 就直接跟大家讲了 OK 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在这个月 今天是已经收盘了 今天是8月31号 只有81099亿 也就是8.1兆 好 那这个地方的 这个成交量是多少 8.5兆 那这是8.1兆 完全要说 这个月是怎样 明显的量缩的 那下个月 投资呗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下个月你要更小心 为什么 因为下个月的交易日 因为中秋节的关系 上班的天数 又比这个月少 然后 这个月 月底开始 成交量又开始怎样 量缩 又量缩 所以下个月 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量增 也不会对 量缩 好像也不对 投资呗 对这大盘的行情的解读 今天怎样 量增了 那这个地方出现了 就是下影线 拉高拉抬 那在这左四上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今天的开盘 今天开盘 我们就直接来告诉大家 开盘量 223亿 比昨天还要小 好 下山之后 成交量是量缩的 急速量缩的 缩到这10点半之后 是这样 非常的低 那这每一分钟 这成交量都已经 这样低于3亿以下 所以 这地方就有开始买盘进场 买盘进场 没想到股价就可以很轻松的拉抬了 在这尾盘时间点 拉的是什么 拉的是台积电的股价 拉的是谁 拉的是鸿海的股价 拉的是谁 拉的是国泰金 富邦金 稍微有一点进场 那联电的股价也拉起来了 联发科也是一样 缩小跌幅了 华硕也是一样 有买盘进场 群创 友达 都稍微有一点买盘 那这中钢 感觉上也有一点买盘 台塑 南亚台化 都明显的有买盘进场 那这台达店 缩小跌幅了 那长龙海域呢 怪怪的对不对 往下走 这完全不一样的走势 你自己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地光呢 一样有买盘进场 这代表是什么 这代表是 在这时间点 在这时间点 拉起来的走势 都是依靠 电子全职股为主 那在这时间点呢 我会告诉大家 这半导体的股票 当然才是主流 这我看法不会改变 那这半导体的股票 那在这地方有这什么 上游的IC设计 细晶元 那在晶元代工 在下游的IC封装测试 那整个类股 都会有轮动轮涨的这个走势发生 那台积电的大联盟 台积电上下游的供应链 跟联电集团 怎样 都一样会有轮动轮涨的这个走势 那第三代半导体的股票 跟太阳能的股票 一样都也会有轮动轮涨的这机会发生 但是投资没有 如果股价走势 都跟大盘是呈现正相关的 那我会告诉你 这地方 当然这些股票 就会称为是主流 我再讲一次 有很多人认为 你的交易 你买的股票 跟大盘 可以不用 脱钩 可以脱钩 有很多人都告诉你选股不选市 选股不选市 事实上我会告诉大家 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你要看得懂大盘 因为你要知道这行情的这个风险大小 你才会知道你要买股票要怎样 要重压大买呢 还是稍微买一点就好了 听得懂也是吗 如果你行情 分析判断 风险事件都看不出来 你的钱就一昧的资金怎样 一昧的往进去 往里面跳 每次买股票就是怎样 百分之百买满 那我会告诉大家就很严重了 就很严重了 那这一波 这一波从这一万八千零三十四点下跌 到这个地方 是总共是跌了一千七百多点 那这一段时间你肯定就怎样 晚上肯定就睡不着了 晚上肯定就怎样 想要哭了 好了 就上涨 上涨这一段 叫做V型上涨 V型反转的上涨 那也不一定会涨到你手中的那一档股票 对不对 所以投资票你自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什么叫做选股不选市 这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观念 好那我们基本上就不用讲太多 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大盘的月K线上面这八点一兆 那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月已经结束了 下个月 因为中秋节的关系 上班天数就减少 那这大盘的这个走势 月K线上面的角度 我们就不用多讲了 量价 结构也是怪怪的 那JK线上面 JK线上面 我们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它量价结构 早就已经呈现怪怪的一个情况 那好消息是什么 它股价能够持强是站稳的 这一个 1427的这一个收盘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有一天跌回来 跌破1727 17247点 那你自己就要心理准备 好了 站上去之后呢 再来我会告诉大家 一样的 在日K线 周K线上面 都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必须要突破 都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要突破 这个位置一定要突破才好 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呢 那未来肯定风险还是会出现 肯定风险还是会出现 大盘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突破V型上涨的这个压力 那这个已经突破站上去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 那这时间点要进入9月份的时间点 你手中的海运股应该怎么处理 在我线上投资展望 9月份线上投资展望 都明明白白的跟我的会员朋友解析 那钢铁股也是一样 钢铁类股也是一样 好不好也是一样 所以你手中有股票 钢铁股 海运股 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投资面 请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9月份线上投资展望的内容影音 影音内容 你都必须要怎样 想办法得到 想办法听到 我对这行情的看法 对钢铁股的看法 对海运股 或贵三雄的看法 好不好 好那发财金 发财金这个故事 我们之前已经告诉大家了 对这发财金有哪些股票 我就不用多做解释了 那你想要知道的话 投资朋友 LiteQR Code 扫描 怎么样 任何需要帮忙 任何需要帮助的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这样来询问 好那在这个 财金护城河 股票咨询申请表 在我们Lite 这个加入之后呢 如果你嫌麻烦的话 这个地方 一样可以直接点选 一样点选就可以 按提交送出了 好不好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 就讲到这地方 希望 这个投资朋友们 好好的把握 希望你都能够把 9月份 线上投资展望的 内容影音 怎样给拿到 给聆听观看 好不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